首先阿华昨天宣布 无论开斋节落在哪一天 星期五和下星期一肯定放假 不过林索超市麦庭集团 董事经理阿米尔阿里批评 这种民粹主义的举措 令商家蒙受额外亏损 阿米尔阿里昨天告诉埃斯瑞阿瓦尼 麦庭将损失50万令吉 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提供更多次名菜单 麦庭集团是第一个加入次名菜单计划的商家 阿米尔阿里说 属下宣布额外的假期 这对商家是一项成本 我们本来要降低成本 以便可以转用来提供次名菜单 或降低其他物价 但一旦有了类似的宣布 单单是卖厅 我们就亏损了50万令吉 因此他建议政府不能一味地诉诸民粹主义 应该考虑其他做法 比如大道不收费就可行 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免过路费 阿米尔阿里进了呼吁政府改革现有的津贴模式 他说政府目前的津贴耗资庞大 但普罗大众却感受不到 政府应该直接为小商家 或B40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 让他们支付过路费 或购买粮食等等 把组合资庞大提供的销售 你不认为小商家 热情作词